Hello,大家好 今天我要跟你们讲的就是关于这一个exercise 你们要怎样子去完成它 你看下这边他有讲的Jackson's Daily Routine Daily Routine就是每一天他会做的事情 所以现在他的instruction是讲 Look at the pictures,你看这些pictures And tell what their routine is 你跟我讲他们的routine是怎样子的 Use Present Symbols,就是Simple Present Tense 当我们在讲Simple Present Tense的时候 就是很简单的 比如说Sleep或者是slips Brush或者是brushes这样子 所以你就要看这些字 要怎样子配对进去这样子的空间 这些空格 我可以给你们看一下那一个第一个 他的那个exemple 你看他讲Mrs Jackson什么东西 你这里就可以看一下 你觉得哪一个字可以放进去 他起身是get up 可是因为他是一个人 所以是Mrs Jackson gets up 所以在这边你就要写get up 所以基本上这个exercise就是要跟别人 就是需要完成这些这个exercise 然后过后你们拿一张纸 然后一直保持一张纸 记录下来答案 然后等一下 他们会时间到的时候 我们会给你们那一个答案 你可以在classroom那边找到 然后过后 11点45分 答案就会在那边 你就可以看一下那个答案是什么东西 然后你们不需要很赶时间的去做 慢慢的读 然后慢慢的做 然后过后就可以 就能够完成了 我先跟你们讲一下那些 这些字可以怎样子用 slip是睡觉 brush就是刷牙的刷 have这里的意思是 你可以放has或者是have clean或者是cleans leaves离开 或者leaves shave就是刮胡刀 刮胡子 shave刮掉东西 或者是shaves read读书或者是reads go或者是goes goes是去一个地方 call是打电话 call或者是 叫咯 c-a-l-l-s com或者是combs 就是梳头发 play或者是place 就是玩咯 wick就是起来 或者是wicks take或者是ticks 加一个s set就是说你要 set你可以是准备或设定 就是加一个s也可以 help或者是helps kiss或者是kisses watch或者是watches get up或者是gets up prepare是准备 prepare或prepaires nap或者是naps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这些就是答案 这些就是你要填那些答案 我们在这些空间里面 就是这样子 谢谢观看